她睡了吗 历节晚上 被彤彤闹得很累 刚吃了安眠药睡了 把她扶去彤彤房间 好的 小姐 我来扶你吧 不用 慢点 没事 我扶你吧 小姐 没关系 慢点 我扶你啊 小姐 我 小心点 慢点慢点 慢点啊 小姐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 有那么好看的 有那么好看的 开门 好 哦 妈妈哭了 妈妈 你脚疼吗 妈妈的脚啊 看到童童就不疼了 来给妈妈加个油好不好 真乖 笑一下 笑一下 好了 来 童童 童童 告诉妈妈为什么哭啊 奶奶说 以后妈妈就不要疼痛了 没有 你误会奶奶了 她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呢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童童 这就是童童的家呀 你看 这有那么多好玩的玩具 多好呀 妈妈也搬过来吗 妈妈还要去魔法学校上课呢 怎么搬过来呀 好了 童童乖 躺到床上 妈妈给童童讲个故事 然后 我们就睡觉好不好 嗯 好 童童你能一下子 钻到被窝里吗 嗯 快去 妈妈过来啦 妈妈过来啦 来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呀 好 上一次 妈妈是不是讲到 哈利波特 碰到伏地魔了呀 妈 那哈利波特呀 她在魔法学院 看到伏地魔之后呢 小朋友们都害怕了 哈利波特知道啊 东东 来把眼睛闭上 别听妈妈讲故事 别睡觉好不好 伏地魔呀 她想把哈利波特的学校 都给遗为平地了 童童乖 童童睡觉觉 乖 我以为我出现在法庭 明会破坏立童谋的形象 给她减分 可没想到 你们还是输了 不过 我很好奇 什么 为什么你会怕一个小孩子呢 怎么讲 儿子不过是亲情的代表 他根本就代替不了 你和他的爱情 你怎么知道 我做不了一个好妈妈呢 你怎么知道 万妮 你很幸福吗 你和栗种魔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觉得你幸福吗 你是想看我后悔的样子 虽然你很少表现出来 但是我看得出 你很赞意栗种魔 作为你的前任 是 我提醒你一句 趁自己还没有遍体鳞伤 你给她分手吧 你这么见不得 我跟栗种魔在一起吗 好了 我们这么久没见 喝杯酒吧 不用了 谢谢啊 吴小姐 栗总吩咐过 请您尽快离开 这 你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不要 这是栗总的一点心意 昨天那么晚了 还麻烦您过来看孩子 栗总非常感谢您 这是昨天晚上的一点劳务费 请吴小姐务必收下 彤彤她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可能要钱啊 拿走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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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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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